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兴会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任务成功秒提升 这是台湾人民 任务成功秒提升 师父 各位学者专家 各位贤士同修 大家午安 阿弥陀佛 维谷文化发展大未来 是我们中门走了33年以后 将来所要思考 所要走的大方向 我们把维谷文化古字经用 当作一个重要的课题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了 刚刚几位学者专家 从中午他们大概11点钟就左右简单吃个午餐 就相继 从新店到木柵到动物园 前部长还从中山北路 梁国志阳校长也从博士班的口试会场赶了时间 还有方教授都一起在动物园上车 我们很高兴 这个交流会能够在大凡市大师兄这里来举办 师父特别 把一个大的题目 将来我们到底是 什么个走法 将来我们 有些什么该做 可做 应做 未来的大事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交流会 能够来互相的激荡 我们在今天的时间里头 我们希望能够为中门来找出一条 更永续发展 更可以康张大道的途径 我们在开始之前 我们的程序是几位与谈人 先各就自己对中门的了解 他们对中门的活动 中门的宗旨都非常地认同 而且参与很多 请他们就对中门 对师父的了解 给我们提供一些看法 也同时对我们整个未来要做的事情 能够也提出一些建言 能够提出一些建言 他希望我们大家可以走的方向 应该走的方向 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都希望能够借这种场合 都听听师父的想法 师父说平常是不随便讲的 只有这种场合他才会讲 我们请师父 我们谢谢杨院长 今天理会的我们检部长 房院长 曾校长 黄教授 杨校长 黄教授 还有我们原同禅师 及在座各位 我们第六七八九十一届的 购物地 道场 教授 上课的同修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的鬼谷文化 发展到未来圆州论坛 交流意见 我们在大凡市 因为今天有这么多届在过地 我们也直接转播到 过分室道场 我们一起上课 也是在这里一起接上圣经法 希望各位过地同修们 我们静心的接法 我们维新圣教 在这么多年来 成天微光 上天慈悲 给我们好多好多好多的法宝 尤其也给我们这么多的道场 想想33年的真正的宏道 从修道 悟道 正道 行道 然后在宏道 一直周而复始 一直向法轮一直在转 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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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三块钱三年起家 将中华文化道童 一经与风水学 和宗教三宝 我把它融合起来 每一个都在自转与公转 然后共同在转的时候 从中里出一条路 天下太平 究竟如何太平呢 这个是一个大工程 在33年来我发现了 这个三年起家 天地人三年起家 天道不可为 地道也不可为 人道更要珍惜 那么为什么人道 有这么多的天灾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情仇那么多 所以在30几年来 我感触非常的多 但是往产老祖说真的 一直在丢出很多的问题 让我们去修 让我们去学 老祖开示 要从每一个有结构善缘的人 他的生活取机 日常生活 世间的志愿 家庭 人性的心灵 世界 丢出这么多的问题 还给我 要我用《易经》 《易道》和中文化和宗教 和哲学 这方面都荣为一卢 所以慢慢一步一步的走来 从无一对一 然后一直滚雪球 滚到现在来 我们有这么多的死亡善事 善信大德 善知识门 所发生的问题都是一 都是我们的念所发生出来的 念所发生出来的 心就不安 念所发生的问题 包括人的生活取机 各种的问题都是念出来的 念就是我们世间的学士 知识 没有去学 没有去了解 没有发掘中华文化 《易经》《风水学》 这个奥秘 我们都把它忽略了 才会造成很多世间人的温恋情愁 这挣到的太多太多了 到今天来 我们所挣到的集结起来 就有将近到明年的初就有两万卷 这都是鬼谷文化 王财老子的鬼谷子学士 鬼谷文化 问题都把他端出来了啦 所以在前一段时间呢 我一直在竞争的思考说 第一个十点点 我在向佛发愿说 若是我身体好了 愿天下太平 就宣战天下太平的这条路 后来身体好了 现在好了之后呢 就相信环老来了 怎么太平 我家的太平不了 要哪里太平天下 老祖师生不要有学气 就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必得圆满 不要小看 是个这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才能够圆满呢 就表示说 中华文化道童 已经广泛了 有七千多年的文化 五千年 从先年皇帝族 他的皇帝崩降桥山的风雪旋开始 点燃一阵灯 世界和平的灯塔点燃起来 但是这五千年来 从来没有去体会的 没有去领悟到的 太多太多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 就请杨院长拜托 这么多的专家 我们大家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我们的祖祖孙 我们的文化智慧 也只是从老祖宗留下来的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好像那 那些青梨啊 山梨啊 怕去打山梨 结果呢 每一天山梨打出来的 都是有用的文化 有用的智慧 所以都是满地都是啦 结果在最近来 我想到把它贯穿起来 2500多年到后来 2350年的鬼谷文化 来由鬼谷子所开示的鬼谷三卷 鬼谷三卷的智慧 以我个人的想法 是在弥补这个女音大同编 更加的成就起来 鬼谷三卷 好那么鬼谷三卷 在当时的整个的受惠 在天下要实践 确实需要有很多的法 很多的方法 有方向必须要有法 法说说讲讲 没有办法落实 因为世间上 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 发生出来了 你要把它圆满起来 确实有困难 所以在21世纪的当下 鬼谷子王产老子 又倒下十行了 就来传中华文化道童 中华文化道童的 很多各方面的妙法 现在已经 差不多传了很多很多 我们的维心道童 两万 两万卷的维心道童 这么多 这么多的 都是我想也都是在 天埔 这个鬼谷三卷 所以在21世纪 现在又打开了 这一个法 维心圣教 异经风水庙法和佛法 融合为一 宗教融合为一 就是百合篇 百合打开 这扇门 百合在这么多的时间 33年 印证结果就有反应 就是受为和谐 能稍微反应 发现这样 我们就要内签 把他把握这个机会 这个是世界和平的公团 所以在2012年 成盟黄教授的慈悲 和杨院长慈悲的指导 那将我们维心圣教 王产老祖所传的庙法 有48的方向 这是大家学艺经 48方向 就是48大院 就是世界和平 才得到 我们吴清基吴部长 今天没有来 他给我们的提议 帮我们推荐得到诺贝尔国际的肯定鬼谷文化 是世界和平的灯塔 既然是和平灯塔起来了 我们就要如何把它推广 今天就是需要借重 我们各位专家学者 给我们多多关注 给我们多多指导方向 接下来就是大家的共有产物 公共产物 就是鬼谷文化 鬼谷子 它的智慧 唯心到账了 所以今天我们是非常精彩的 下午上课 谢谢各位教授们 专家人们 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 谢谢 谢谢 我们按照原定的程序 我们是每一位都开讲 先各自把他的看法 把他的见解 先做陈述 然后我们再来交流 我们先请杨国志 杨校长 来 请 我想我就坐下来好不好 因为这是论坛吧 这个师傅 还有杨院长 还有我们各位教授 各位闲修 大家下午好 刚刚听了师傅的开示 他一直念念不忘 就是一个和平 一个和平 所以我从这个里边 我大概就想起来 因为最近杨院长要写一篇 鬼谷文化 鬼谷思想 跟终身学习 各位去看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这个国际组织 就开始组织一个联合国 大家说因为今天什么 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在这个多元文化里面 各位就可以知道 其实每一个人的价值观 这个都不一样 所以从人的那个教育里面 我觉得应该是蛮重要的 尤其今天的世界 是一个多元文明的组合 大家说朝向什么 是一个自由而开放的一个社会来发展 所以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界里头 刚刚师傅也提到 一个在21世纪里面 我想最普遍重要而危险的 今天还是有很多的纷争 有很多的冲突 我个人觉得 我去探究它的原因所在 我想就主要在文化 因为是多元文明的组合嘛 所以这个20世纪以来 你看各国很多哲学家 政治家 心理学家 甚至教育家 大家都在致力探求世界和平的途径 所以其中各位可以看看 比如说有倡导 国际教育的合作与交流 这是台湾人民 要来促进世界的和平 那么也有强调 要经由共同文化的设计 这个交换研究的成果 也有从事 这个所谓教育制度的比较分析 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 那么借以来促进世界的和谐跟进步 那这个途径 根据我过程深入地去探讨 到今天其实效果还是不张 还是有待加强落实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未来 尤其今天变动这么快的一个世界里边 所以人人必须要保持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学习 所以从学习当中 给我们一些知识 给我们一些领悟 然后才能够去开创 这个自己的能力 使自己的生命 可以做无限地扩张跟延伸 成为一切行为价值的权源 才发挥兼容并序的融合力 也才能够建立一个幸福 而有秩序的一个社会 所以我们面对今天的世界 可以说正处在一个巨变的一个时代 所以你要透过学习与发展 来因应改变 甚至于要主导改变的能力 所以我在最近写的那篇文章里面 提到终身学习要学什么 所以你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要学五件事 五件事很重要 这是去开启21世纪的一把钥匙 当然就是要学会认知 要学会认知 然后要学会什么 要学会做事 要学会共同生活 要学会什么 学会生存 最后一个就是要学会改变 所以我想这五个本事 也就是联合国一直 念念不忘的 很重要的一个 所以我们从学会求知 它主要是什么 就是要强调每个人 他必须要具有广博的知识 对问题深入地了解 并谋求解决 其实很多问题都是 因为我们不知道 不了解 所以刚刚师伟讲了 哎呦我的仇恨 就这样来了 如果我们能够去深入 学习 去对人性的尊严的尊重 包容 那我想很容易相处 所以第二个要学会做事 所谓学会做事什么 就强调每个人 他必须要具有广博 和专精的知识 所以这样对问题 他才能够深入地去了解 并谋求解决 所以要学会做事 所以做事不是 扫扫地 白白坐椅就可以了 不是 所以第三个要学会 共同生活 所以共同生活 他必须要尊重多元 还有以理智的和平的方式 来解决 这个冲突 还有相互合作 才能够谋求 解决未来可能的 各种风险 还有挑战 那第四个 就是学会生存 他原文就是 Learning to be be就是生存 那所以生存这里边 就强调 你学习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在于什么 帮助每一个人 能够圆满地发展自我 并且达成自我实现的境界 所以 这个是第四个 学会生存 学会发展 最后一个 学会改变 那刚刚我前面一开始提到 今天的世界 今天的社会 真的是变迁 非常非常的快速 所以这个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透过学习 来改变你的思维 改变你的观念 那我想就很难了 所以我觉得学习 一个教还是很重要 所以我很佩服 我们师父 你看 他从小学开始学义经 大家学义经 那这里边 这里边就很多的道理了 让小朋友从小开始去了解 但是呢 就说这个部分还不是很广 那只有少数 所以如果能够 我倒觉得了 就是我们今天 当然在杨院长的 这个领导之校 我们各自的 写了很多东西 怎么样把这些观念 这些知识 能够把它行销出去 那除了现在我们 有微星的电视台 那我倒觉得还是不够 当然你广播 各方面 要怎么样能够 结合现代的科技 特别是资讯 特别是资讯 现在网络 能够这里边 我们就放进去 你随时都可以看 随时都可以了解 那这样也许慢慢 影响的人就多了 影响就多了 所以我这个层面 我们怎么样去推广 我觉得除了 这个充分去利用媒体 那这个媒体 除了电视广播之外 我觉得书面的东西 是有专 真的有专输 但是我看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也许我们可以思考看看 可以发行 比如说杂志 甚至发行报纸 有微星报 你现在有人间福报 广受各界的翻译 那这些你就把我们的 善知识充分地去 传播 慢慢慢慢大家 应该这样做才对 所以我觉得 那管道我觉得很多 但是这些就需要 我们社会的热心人士 怎么样来支持 我们中文这方面的发展 那我觉得 整个社会的秩序 就才能够成功 所以其实从终身学习 我个人就觉得 它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去追求自由 而有尊严的成长 社会可以多元 而有秩序的进步 现在社会也是多元 但是没有秩序 所以那这个就是 刚刚讲那五个层面 要学习的资助 它们不够 进而能够促成什么 经济的繁荣 跟持续的发展 所以也是要靠什么 靠终身学习 终身教育 所以因此一个国家 如果能够大量地 投资在教育 也是投资于创建 社会美好的未来 所以最近大家都讲 我们很多前瞻计划 但大家觉得 都是在 物质方面的建设中 所以真正投资在教育的 还是很少 所以如果政府 可以拨个100亿 或者200亿 怎么样的投资在教育 改善各级学校的设备 能够更新 那我想很快 整个这个气势就起来了 要达到我们真的是 和平的那个境界 应该我们可以期待 所以我想在我们师父的指导之下 杨院长很热心的支持 那我想我们 当然尽我们一己之力 怎么样能够来帮助 我们这个中文能够真正发挥 忠效 能够让这个社会 真的是达到未来一个美好的将来 所以我想我这是简单 一个意见的表达 敬请各位指教 谢谢 谢谢杨校长 杨校长是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当教授 当系主任 当所长 到教育部 当师长 当次长 国立嘉义大学 当校长 他对这个终身学习 他非常的深入的心得 著作很多 国内在这方面的观念 可以说是他是领导者 对中文 实物也常常强调 我们是一个终身学习的 利他的一个团体 所以我想这个概念 将来怎么样能够更加的推广 谢谢 等一下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再 下面一位 我们请黄启方 黄院长 请 首先 要向在座的各位 前修 表示最高的敬意 这么大热天 上面虽然有风扇 可是还是很闷热 大家都能够打起精神 真的是让我非常的佩服 我们今天的主题 第二个主题是 鬼谷文化古智金用全面向 我非常佩服古智金用 这样的一个命题 那么读书人有时候好奇 我检索了25史 检索了四库全书 以前没有人用过古智金用 这四个字的 是本门 我们维新圣教第一次用 我在这里讲一个故事 即使不是 我们现在说故事 好像都是编的 但是古人用故事 就是过去的事 过去的事都是真的 现在一般人提到鬼谷子 中恒家 有时候难免 因为大概从唐代以后 这些儒者 儒家 其实儒家是汉代以后 才有的称呼 原来叫儒者 都有一点不屑 好像说这个东西不好 可是如果各位有兴趣 回去翻开司马前写的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只是一个百姓 可是司马前把他提升到诸侯的位置 所以用世家 一般只有列传 黄帝是本纪 孔子是世家 把他当作诸侯来看到 在孔子世家里面 有一段故事非常有趣 可能一般人都会忽略 孔子很年轻 在当时的诸侯之间 就已经展露头角 那他是鲁国人 鲁国的北方是一个强国 齐国 那大概在他三十五岁的时候 他到齐国去访问 当时齐国的国君叫齐景公 我们知道齐国是江太公创立的 他本来是姓姜的 但是当时齐国有一个权力很大的臣子 大臣 姓田 我们连历史都知道 后来这个姓田的 就把姓姜的齐国创掉了 田氏创齐 三家分镜就形成了后来的所谓齐国 当时是齐景公 有这个掌权的大臣 就是所谓的田氏 那齐景公呢 就问孔子 孔子当时是三十五岁 说我怎么样来推动我的国政 孔子很简单地做一个回答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就是这八个字 齐景公非常聪明 他说如果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臣不臣 那我有再多的东西也没办法享受 孔子一针见血 就说你现在呢 你们齐国就是君不君 臣不臣 对不对 你这个当国君可是大权盘落 你变成一个傀儡 所以齐景公非常欣赏 再问他第二次 说我怎么样来振兴我们的齐国 所以要劫财 节俭用度 跟我们现在经济的观念 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要节俭用度 齐景公非常感动 就要封孔子 当时齐国有一个元老 大家也知道叫做燕英燕子 他比孔子大概大了二十几岁 他站出来反对 各位注意好 他反对的一个理由是什么 孔子是一个儒者 他是一个儒者 当时没有儒家 就是儒者 而儒者一般的表现是什么呢 很有意思 就是游说起带 游说起是乞丐的起 带是借带的带 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到处去游说诸侯 国君 然后向他们要求 给自己些什么好处 儒者是这样 孔子是当时儒者的代表 那他所继承的儒者的文化 就是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了 这不就是 维古时的 所谓的中衡的艺术吗 游说的艺术吗 当然我们要追溯历史的话 当然主要这个原因 就是从周氏 周朝衰落 周平安东迁以后 就进入了东周 所以我们看小说 东周列国志 为什么没有西周列国志呢 因为西周的时候是大一统 周天子可以长大权 但是东周以后就没有办法 所以东周以后 这种所谓游说的 游说的这样的一种风气 就形成了 包括儒者在内也是如此 那么这就是牵涉到 所谓的古志金融的问题了 因为鬼谷子 其实就是游说 这样的一种技术 它的一个极大成长 因为儒者到孔子以后 方向有点转变 孔子主张要行人行义 它是理想性很高的 所以燕子批评 说如果照孔子这样的一个理想 大概几代 也没有办法去 把它的学问探究好 所以不切实际 因为它理想性很高 但是所谓的游说术 就是需要能够 立刻达到一个目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游说的一个历史传统 慢慢累积累积 到我们现在 这个所谓的鬼谷文化 我们师父一再开示 这所谓的鬼谷文化 就自然形成了 第二件事我要讲的 就是上个月 在台中道场的时候 师父在当场开示的时候 讲了一件事情 他说他突然想到 孔子的所谓的无道一以贯之 无道一以贯之 这个是孔子跟他的 很重要的一个学生 曾子之间的对话 那么孔子问曾子 问他学生说 你知道我的道是什么 孔子就说了 我的道是无道一以贯之 那么在座有很多曾子的学生 那曾子没有回应孔子 只是唯唯 唯唯代表两种态度 一个是他完全了解 不唯如鱼 一种是他不了解 他还会去想一想 所以孔子离开现场以后 曾子的学生就问了 孔子刚刚老师 孔子他讲无道一以贯之 这是什么意思 那个一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了 忠数而已 就是忠数两个字 我们要回到我们维心圣教 维心圣教 维心 忠跟数 忠是个人内心的修养 数是推己及人 都有心智 所以我们维心圣教 就最切合孔子 这个所谓无道一以贯之的精神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鬼文化 做一种未来的大发展 每个人要从自己的心做起 记得我在前几次的时候 也特别提到 我们每个的心 都能够端正起来 就能够去影响别人 然后这个和平的因子 就能够慢慢地传播 就可以达到 持乎的理想 所谓世界和平的境地 谢谢各位 黄院长大概在我们中门所有大的活动论坛 包括到大陆的两岸的交流 他都是我们重要的支持者 每次他一在 大陆的朋友 他们就对我们寡目相看 不敢随便怠慢我们 因为他是行家 刚刚提到古智金用 记得是在去年的九夜间 我跟黄教授我们在旧金山的湾边走路 结果特别想到说我们中门 第一个也是大未来 到底是要怎么样地去面对 第二个 古智金用 是不是可以当作是一个重要的发展的方向 所以我们是说 把鬼谷子从鬼谷三卷 到相关的这个著作 到现在师父 所谓的鬼谷三卷真经 那么这个就是一贯的 所以整个贯穿起来 就是所谓的鬼谷文化的一个内涵 所以我们将来要在古智金用 是把古人的智慧 那我们用在现在 在我手边上这里头的 这是我们古智金用的第一机 我们七月份马上再出第二机 我们总共有十二大项的这个主题 我们已经邀请五十四位学者专家 他们各自从他们专业角度切入 那么从鬼谷三卷当中 去找到古人的说的某一个概念 某一句话 那怎么样的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上 现在的专业上 不管是在公共行政 不管在教育上 在所谓的企业管理上 包括到我们中门所强项的 一经风水 用意利人天 包括到正道 包括到所谓的养生 尤其是刚刚 王院长特别讲 是所谓的治心 治这个心 把这个心安顿好 那这个都是我们将来要走的方向 谢谢王院长 接着我们请检部长 我们检部长的头衔很多 各位如果说去把他回忆一下的话 他以前在淡江 他是航太工业系所的所长 他是主持台湾 是在电视台里头 所谓一个科技的节目的第一个人 他是最高票去当选立法委员 然后又是环保署署长 又是外交部部长 又是祝英大使 反正他头衔很多 现在他都致力在这个能源 能源的这个永续 永续这个发展上 那我想说 这个观念是可以通的 他将来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中文怎么样子永续发展 谢谢 谢谢 这是台湾的名人 永续新宗苗一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杨院长 师傅 各位语坛的专家学者 各位同修 阿弥陀佛 大家好 好 很荣幸 很高兴 在这个很热的夏天的时候 跟各位在一起 我非常佩服这个师傅 能够把大家很静心静下来 外面再热大家可以坐得下来 这是真的很不容易的事情 刚才师傅开示很多 讲的这个 我觉得我个人也受教很多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两个方向 我看一下鬼谷文化发展大未来的对话 第二个是鬼谷文化古字经用的全面向 所以第一个题目的命题是 着重在大未来 到底大未来是什么 第二个是古字经用 那么鬼谷子有非常高的智慧 我们学习很多 但是经用 那就请问要用在何方 什么地方是我们要用的地方 刚才校长已经讲了 就说我们有出版这个书期 我们有很多的古字经用的方式 那我现在从另外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我从外国人观点来看台湾 看我们的未来是什么 看世界的主流现在在谈什么事情 那台湾未来的发展是什么 那我这里有一张图 这张图我这个有机会再给各位 不过这个语谈者各位都有这张图 这张图是讲什么意思 花花绿绿一共是七个目标 联合国在过去的十五六年里面 联合国也很想做一件事情 做个世界的永续发展 世界的和平发展 跟我们古人的想法完全相同 联合国做了很长一段时间 联合国从成立开始 就要促进世界的和平 那么逐渐在一九九几年之后 它开始找到一个很大的方向 叫做永续发展 那永续发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世界的发展 是我们这一代跟我们下一代 我们下下一代 大家都有很公平的享受地球所有的资源 大家都有很公平在平等的状态下 大家过日子 那世界都可以保持和平状态 这叫永续的发展 那这样讲起来还是很抽象 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 联合国经过193个国家 就正式通过了一个 就是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 因为永续太抽象了 讲的讲不清楚 他就讲有17个目标 这个17个目标 如果你都能达到的话 这世界是真正常向永续发展和平 那这个17个目标讲起来 等一下各位我跟各位分析 你就知道 其实就是我们股质金用 要用的方向到底在哪里 那这个17个目标 是整个世界现在主流要追求的一个潮流 所以世界的大未来 是要达成这17项目标 那么这17项目标里面 我很简单的一个一个 跟各位说明一下 你就知道 说世界未来是怎么发展 193个国家 大家追求第一个目标 是什么 叫消除贫穷 因为全世界还有十几亿的人口 每天他们的生活 他所赚的钱 还不到新台币30块钱 换加不到一块美金 他要过日子 那还有很多人是真的是非常贫穷 他家里是一品如洗 什么都没有 所以如果我们要达到全世界 大家都好就不要有贫穷 那第二个消除饥饿 全世界还有十几亿的人口 是吃不饱的 吃不饱也算了以外 还有很多人吃饱的很浪费 你可以看 我们每天餐厅丢了一大堆东西 所有的运输中 损失了这个食物有多少 有很多人吃太饱了 脏的高血压糖尿病 那还有些人根本饭都吃不饱 所以我们要消除贫穷 消除饥饿把他结束 那第三个健康以福祉 我们如果大家要过得好 身体人人都要健康了 那健康的追求当然是医疗要非常好了 那怎么样有健康的很好的知识 让大家了解健康 怎么做法 那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那第四个是教育品质了 刚才我们的杨校长黄院长都在强调教育 教育 那么其实全世界最大的困难 很多人还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然后有了教育的时候 教育不平等的机会 就算在台湾我们偏乡跟台北市的教育 还是有差距 怎么样把人民的品质上升上来 那第五个是性别平等 男女之间大部分讲起来 讲最简单的例子 女性的工作人员平均是比男性要少25%的薪水 这也不是很公平的事情 当然台湾的性别平等在亚洲是很好的 但是还是有在改善的地方 那全世界问题更多 那第六个是进水于卫生 我们很幸福啊 即使在我们这里一开自来水就要跑出来 各位小孩 全世界很多人在非洲 这个妈妈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干嘛 跟她孩子跟她女儿讲说 我们去抬水回来 因为她整天就要走一个小时多 到水边去拿水回来 然后她一天才有水喝 有的根本都还没有水喝 然后就抬水的过程当中又被抢被偷被盗 一大事情发生 所以水的问题是非常多 更糟糕的就是说进步的国家水也很糟糕 各位晓得很多先进国家或进步的国家 现在已经很发达了 那我都不好意思讲 他们喝的水都是有问题的 包括我们在台湾也有些地方喝水 有问题 那第七个是可负担的能源 就是说我们实在也是很幸福 台湾我常常觉得是宝岛 你开起来就有电了 是很方便 那全世界家里没有这个可以烧煤的煮饭的 都还有很多 还有上亿的人口在非洲 他什么东西能源都没有 他去早上去捡木材 晚上去烧东西吃 那再来就是说就业与经济成长 我们如果要做得好的话 就业要得好 经济一定要成长 如果我们光谈环保 不谈经济成长的话 那个是达不到永续发展的状况 那第九个是工业创新跟基础建设 那很多国家也没有高速公路 也没有普通道路 什么都没有 基础建设是要加强 第四个减少不平等 那第十一个是永续的城市 大家都往城市跑了 往城市跑了以后 我们要住得很好 那城市抓不下那么多人 说平民窟一大堆 那再来是责任的一个消费跟生产 当我们买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买那个东西对地球有没有害 你买一些东西吃下去对身体有没有害 你是不是买到黑心的食品 那么黑心公司是不是要被处罚 那第十三个是气候变迁 那我想这各位都很了解 再次四是海洋生态 第十五个是陆地生态 人要活得好 这个很重要就是说 所有的多样性的植物 动物都要存在 第十六项就是非常重要 又更确定跟我们的维新中 非常契合的一个方向 叫和平与正义制度 我们要去推广这个事情 第十七个就是全球伙伴 全球伙伴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联合国知道说 我们如果要达到世界和平 我们要达到永续的发展 刚才讲十七项 那普通人听到十七项 人都已经昏倒了 哇 我怎么做得完了 所以这十七项要做得到的话 就要合作 要伙伴 所以今天我们维新中很好 我们在台湾做 但是如果要到全世界和平的话 我们要争取更多的伙伴 我们在台湾要争取伙伴 我们在中国要争取伙伴 我们在美国要争取伙伴 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做 所以如果我们在整个 联合国的大帽子下 我们大家一起做 就会把事情做得很好 所以我的第一个谈的就是说 大未来的话 其实大未来所有的走向 跟联合国现在在主推 所有这个永续发展 即使就是现在世界的走向 最重要的 好 那第二件事情 就古字金用 我到底用什么 用什么 好 现在就来了 现在就是古字金用 我们都知道 大学生 比如说我个人是学工科的 当我教出一个工程师 从学校出来的时候 他到社会上去做 其实他不会做 一个学校教的 跟外面做是不太一样 中间有差距 所以一样的道理 当我们在学这些 鬼谷子的学说的时候 那是非常好 很好的原则 但是真正要去细做的时候 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还要去把探究这些 刚才17项这些问题 到底哪项要配合 我们鬼谷子的一个想法 鬼谷子在上千年以前 已经讲的方向 倒是怎么做 那时候就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关卡 就是刚才我们杨校长讲的 就是说 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习 要知道 知道 鬼谷子是我们学过去 它的智慧 那未来我们要走到 我们要学 这17项到底在讲什么 问题在什么地方 如果我们都不知道问题的话 我们就接不起来了 接不起来的话 古字经用是用不上的 所以古字要经用的话 我们要很仔细的终身的学习 到底现在问题出在哪里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 他没有饭吃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他会生病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这个传染病 从东带到西 从西半球带到东半球 问题这么多 那我们要去了解 那这些了解过程当中 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是觉得 古字经用基本上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告诉我们 从了解 然后学习 依照做事的方法 然后因为世界要共同的生活 他最后一项 第17项讲的时候 我们要建立伙伴制度 我们要跟人家一起来做 我们不是关着门做 我关着我们这个中门来做 我们跟世界大家是同步 我们大家一起做 开放心中 大家一起往前跑 这样的世界就会非常好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大部分 从西方的观点带回来讲 那其实我是觉得 跟我们鬼谷整化 是相合的 是相同的 只不过说 它的术语不太相同而已 那怎么样去把过去的精华 再把它充分地学起之后 透过这个17项的走向 我们未必能做17项 我们做两三项也不错 做两三项就很大了 因为这里面一开始联合国交 没有一个人可以做那么多的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那么多的 所以要伙伴 我们去找 我们从台湾找伙伴 我们从国外去找伙伴 我们从地球人 大家去找伙伴 那就可以把整个世界 建得更和平 更长久 更永续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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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